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海参的营养机器的丰富的 经常吃海参,可以补气血,补五脏 预防三高,提高抵抗能力 最主要的就是能够补钙,补铁,补充营养 健脾不慎,滋补身体特别的巧 我们先来准备海参 我用的是普通的海参 准备大约300克的海参 海参的营养机器的丰富的 其实我们要多吃海参 无论是小朋友们吃,老年人吃都很不错 既补营养,又补充维生素,增加蛋白质 对身体的好处很多的 海参不公有营养,口感也比较多层 很筋道,又好吃,又美味 海参倒入一个大碗中,方便清洗 加入清水 多抓拌抓拌,抓洗两遍洗干净 这个海参老板也帮我处理掉了牙齿还有脏东西了 我们只需要洗干净就可以,多洗两遍 海参属于海产品的,在吃之前多淘洗几遍 这样水润比较放心 并且海参的纤维也比较大的 我们洗的时候加一勺湿盐洗 这样你能够去除一些异味 多抓洗抓洗 洗至像这样,水变清就可以了 再闻一闻,没有任何的异味 顺便洗干净了 我们空水捞出来 我们把洗好的海参倒入锅里面 来一点清水 加入少许的葱,出色增鲜的 大火煮开就可以 大火煮开,煮两分钟就可以了 能够去除一些异味的 让吃起来不那么的腥,很好吃 用弄勺,控水捞出来 我们再洗一洗,洗干净就可以 准备两小块红肉 我用的是猪肉 抓洗抓洗,洗干净 把血水去除 血水是生味的来源 血水去除多一些 肉吃以来不那么腥 比较好吃的 鲜嫩多汁 我们把肉先洗成薄片 红肉平时可以多吃一些 能够不盖的 但是少吃一些肥肉 肥肉的漂亮脂肪比较高 但是吃一些红肉呢 还是没有关系的 只吃瘦肉,不要吃肥肉 吃一些红肉就能够补钙 又有营养的,特别的好吃 我们把红肉改成小丁 切得稍微小一些 更能激发出香味的 准备一把拐鱼菇 加入清水 用手抓拌抓拌 把白玉菇洗干净 白玉菇营养比较丰富的 里面含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 钙,磷 平时多吃白玉菇 能够补充钙质 补充膳食纤维的 我们把白玉菇剪成小段 让蜂蜜食用 再准备一颗胡萝卜 刮去外皮 胡萝卜的维生素比较丰富的 像平时经常用盐比较多 小朋友们,电脑族 可以多吃胡萝卜 补充维生素 预防一些你的疲劳 胡萝卜切成菱形小块 然后切成片就可以了 保护均匀 上熟的比较一致 准备山药 切成小段就可以了 我用铁棍山药 营养更丰富 锅里面油热了 下入葱姜爆香 炒出姜味儿 炒出姜味儿 加入肉丁 炒一段生 来一点白酒去腥 切成干洋 加入海鲜 我们先把海鲜饼炒一下 川姜味儿 这样味道会特 forme的香 炒一两分钟就可以 可以 加入水大火煮开 水已经煮开了 我们把准备好的山药 胡萝卜 白玉菇加进来 搅拌搅拌 再焖煮几分钟 把食材煮熟 煮的差不多了 加入青菜 加入一勺盐调味 再来香醋 生抽 少许的蚝油增鲜 搅拌搅拌 再把鸡蛋液加进来 推动蛋花成形 慢慢的推动 蛋花又好看 而且呢吃的比较嫩 很有食欲的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谢谢 请您快点打小手 帮我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个支持和点赞 都是我前面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哇 真的是太鲜了 这道汤 喝起来又营养又美味 经常喝 补钙 补铁 补充维生素 里面的食材 都是营养丰富的 而且又补钙 还能补充能量 增加抵抗力 增强免力的 春天正是补钙的季节 这个时期 无论是大人 老人 小朋友们 都应该多吃一些 含钙量多的食物 像这道汤 既营养又补钙 做法简单 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喝的 经常喝一喝 对身体很有帮助 强壮身体 增强钙质 加强骨肉的健康 又营养又美味又好喝 这道汤也容易消化的 很适合一些脾胃虚弱 身体顺弱的朋友们喝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试一试吧 点开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 关注联转发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